解答网络热门宠物视频 巨型贵宾犬 本期主角可厉害了 它是泰迪的Pro Max版本 作为奢华的代名词 论颜值可言可甜 论智商仅次编目 它的名字叫巨贵 它的价格也巨贵 问题一 巨贵是什么狗 巨贵原本是工作犬 作为水猎犬 帮着人们抓扎鸭子捡捡鱼 干着跟金毛差不多的活 后来被传到法国 被法国人发扬光大 分为国犬 那有人就要问了 法国国犬不是贵宾吗 看过我贵宾视频的都知道 巨贵才是标准体贵宾 是贵宾最原始的样子 只是欧洲人都喜欢小的 就慢慢把巨贵改小了 如果论资排辈的话 泰迪得叫巨贵一身祖宗 问题二 巨贵性格怎么样 巨贵因为体型足够大 完全不像有些泰迪那样惹事哀叫 对人类极其温顺 但是太过年人 一言不合就要报 整体性格有些像古墓 另外作为智商排行第二的圈种 巨贵很容易吃素 然后报复 我朋友家的巨贵点点就是一个心机boy 几年前有一次我们一起群溜的时候 点点妈就因为给霹雳喝了点点的水 点点就对霹雳叫 霹雳那么淡定根本无视点点 点点也知道打不过霹雳 一路上都是敢怒不敢动 然后晚上回家 点点就在点点妈床上尿了一滩 看看 知道惹不起霹雳就忍住 知道自己主人好欺负 就把所有愤怒发泄到自己主人身上 这叫什么 这就叫欺软怕硬能屈能伸 所以巨贵的逻辑分析能力一点不比便不差 巨贵和鸡毛一样都是从小皮的要死 但是到了两岁左右基本都能变成天使 而且巨贵有一点是鸡毛不能比的 就是在大型圈里要找一只性格好 又不掉毛的家庭伴侣犬真是太难了 而巨贵恰好满足这些优点 不过巨贵也不是没有缺点 不掉毛固然好 但也意味着需要修毛 点点好几年前修一次毛就要300块了 点点妈还不敢嫌贵 毕竟不是每家宠物店都愿意借巨贵的 所以巨贵的捎钱能力堪比古墓 总结 像巨贵这种软门又黏人的性格 在我看来特别适合一种人群饲养 那就是单身小哥哥 养了巨贵就能体验到有女朋友的感觉 而且带着巨贵出门抱着他 你就是街上最亮的仔 万一不小心引来一群小姐姐住住围观 导致你真的脱单 那画面太美我真是不敢看 听说很多人想看孟加拉爆毛 那下期安排有问题吗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区 at我 Respite